HELLO 大家好,我是尚尚凱,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在今天我們要回答大家更多關於獵人重新復刻的Q&A 其中第一個問題,也就是大家最常問的 到底要把石頭留給即將推出的旅團還是現在復刻的水劍士? 我會建議大家把石頭先留下來一下 因為我們在11月底的時候 估計官方的GNN中就可以提到關於全新旅團的全新技能了 在那個時候,你在做決定其實也不遲 只要記得在12月1號,水劍士的就有的系列是真的完全離開我們 在那之前做決定其實都可以的喔 所以在這邊還是先把石頭留下來,不要衝動 一復刻就直接抽光了 那其實現在獵人為什麼讓大家沒有這麼衝動的原因就在於 這一次的加強幅度,說實話是有的 但他們加強幅度就僅僅是搭上一個武裝龍刻 那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部分析影片就知道 帶上這個武裝龍刻,導致他們會比較適合當作其他隊伍的隊員 那接著就要來討論說 那他們究竟在現階段可以當誰的隊員喔 那首先我們現在光人的第一線的隊長 就是當然是我們的行駛系列 那行駛系列很可惜他是走吳小強的一個配置 所以就不可能,不可能帶上小姐 除非你今天有抽到紫龍 紫龍那剛好就很適合小姐去做隊員的一個搭配 這是完全可以的 但說實話,紫龍的隊伍 這種缺點就是轉出時間比較少 比較不適合新手玩啦 那也就是,我覺得這兩個 雖然都是現在人類的一線隊長 但是估計頂多只能在撐半年 所以如果說獵人的小姐要跟著他們的話 頂多就是在跟半年,我覺得是差不多的喔 那所以,這個就要考慮到官方在未來半年 是不是可以再出,比如說像是很厲害的木隊隊長 那小姐絕對可以帶上小姐的話 絕對小姐就是一個頂標的隊員存在喔 他的傷害真的是無庸置疑 但是小姐其實缺點在這邊啦 因為他主要的亮點,除了增傷之外 就是一些解盾,G8盾 那如果說今天隊伍 現在其實一線隊伍都要求平砍能力 所以增傷方面 就是不用做到這麼崩壞 其實也是可以接受的喔 在這麼多增傷其實也就是 打異傷而已,沒什麼意義 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初音嘛 他本身平砍就很厲害 大家就會很喜歡他就會抽他 那隊員的選擇方面當然是要加強他更多的解盾能力 或者是血量方面 像這點童子星就做得很好嘛 對,那反觀小姐他沒有血量加成 他只有單純的暴力 在這一點方面其實 初音就不是很需要的 初音就是本身很崩壞的一個條件 所以在這邊小姐在未來 我覺得是會有點尷尬的 他唯一的出場用途大概只有 要解那種石化珠盾啦 這可以直接武士防禦力啦 或者是他可以有 要解直傷的時候可以出來一下 大概只有這兩個盾牌 他是會比較常出現的 不然這個傷害單純就只是 你看30倍加上武裝龍科 有可能100多倍的一個增傷 其實那就是打爽的,沒什麼而已 對,所以在這邊小姐的定位 真的是比較尷尬的 反觀是庫拉皮卡喔 庫拉皮卡他在這次改強之後是 一張,單張就可以10倍的增傷 在這情況下雖然也是益傷 但事實上他是 常住的益傷 要記住 常住的益傷跟單回合的益傷 這個意義就非常的不一樣了 因為單回合益傷 其實你的益傷 增傷單卡只要到5倍以上 基本上都已經很猛了 但如果你說一直益傷的話 就是一直爽 所以庫拉皮卡在這時候改的時候 加上武裝龍科是常住10倍 所以估計之後你要玩光人隊 首選 絕對是庫拉皮卡 所以我才會說 這一次你就一定要抽到庫拉皮卡 不然就會很虧 那庫拉皮卡為主的隊伍 目前比較可惜啦 只有抖M 更甚至我覺得他三張裡面 可能也可以放 所以如果說你有三張 甚至是抖M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抽庫拉皮卡 在限制段 那未來的話 就要等官方再推出更多的隊長了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那有人說 那露西也可以放這些東西啊 像是小潔 沒錯 因為小潔就是主打增傷 那露西這種傷害偏低的魔隊 當然是非常適合放這種可以 一直增傷一直爽的隊伍搭配啦 但這也是一個蠻矛盾的地方 就是如果說你的隊伍本身是一線 他可以講求拼看能力 那勢必就不需要這一種 再易傷的東西了 可是如果說你是低傷害的隊伍 就會逐漸的被實在淘汰掉 你只能靠這種 隊員長 隊員的 很厲害的增傷來救的話 那假設今天關卡 直接把你的隊員的技能給鎖住 更甚至說 直接讓你不能開 直接把你重置掉 對 隊員的一些主動技能 那這一隊就等於是廢掉了 所以種種矛盾下 我覺得這一次的獵人做的 是比較沒有這麼吸引人在這邊啦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不能否定他們當隊員的價值 還是有的 好那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三大獎真的要抽嗎 剛剛有提到的嘛 就是如果你要抽的話 我覺得有皮卡就夠了 因為他在光人隊的地位 是無可撼動的 那像是其他的 我們都可以帶一些隨便增傷的 像是子龍其實 雖然說 劍王倍率沒有比上小潔 但是他可以加成血量的隊伍技能 以及各式各樣的解敗能力 我覺得都 有辦法取代小潔了啦 然後再來的話 嗯 其他的部分 他雖然說 有這個變身的迴避 但是他也沒有做到最好 沒有像是硬能力那種可以萬解 然後再來的話 其他的第二季 這邊也是直接加combo 但說實在他也只有加5combo 所以就是 沒有到真的很變態 一定要他的境界 所以這一次我只推薦你們 就抽到皮卡 其實就真的是CP值最高的一個效益 再來第三個問題是 因為獵人你們才入坑的話 要抽嗎 你會發現到我們剛才推薦到的就是 他們 勢必要搭一個很強的隊長 那這些搭配的隊長 像無論是 呃 無論是子龍啦 或者是 艾莉亞 更甚至說 是三丈跟斗艾 這些都是已經是 之前的卡片了 所以 如果你是為了獵人入坑的話 就真的不太建議抽 因為他們當隊長的強度 真的 就是一線的尾巴 沒有到很強 所以 你可能 你要跳坑這個系列 你就是要再 未來繼續玩下去 然後有一個很強的隊長 再去 跟他做搭配 不然如果說 你只為了獵人回歸的話 那我覺得 你還是等 幻影旅團 的強度出來 再考慮課金一下喔 好那再來的第四個問題 現在獵人還有機會加強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這問題呢 因為 之前像是歐布 那次合作 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 他們在一開始出的時候 並沒有把 那個系列的卡片 加強模式給縮死 像是歐布後來有一個 暗藥形態 是在後面才推出的嘛 那 這是一開始完全沒有 加在隊伍技能裡面的喔 所以 我覺得這次獵人也很有可能 有機會跟後續 即將推出的旅團 有更多的隊伍技能 更甚至還有 比如說 沒有公布 會出的角色 可能是金 我不確定 現在官方 只有釋出 武裝龍科的強化方式 但期待啦 真的如果你要就 這三大獎的話 勢必還要多一些 隊伍技能 來讓大家覺得 他們真的是 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我覺得才有機會 翻轉這一個系列的 必抽的一個感覺 不然就現階段的強度而言呢 我會覺得說 嗯 CP值真的還是偏低的喔 對阿 因為之前以往的合作 都是強調 你這個卡池抽到保底 那你至少有一張卡片 是可以當隊長 也可以當隊員 都有價值的一個部分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都知道這次的獵人 當隊長就沒有到很強 所以就等於是CP值就直接砍半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會覺得大家還是 回到第一個 第一個回答問題啦 就是你們先把石頭留下來 看一下風向 那旅團 如果 如果之後出的旅團 也不強的話 那你們就真的 再把石頭留下來 比如說下次的 腰黑金出了 然後再抽之類的 所以其實 有石頭的人 就最大聲嘛 你要什麼時候 跳坑都可以的 只能說 這一次CP值 真的沒有到 我真的百分之百推薦大家抽了 這是我的真心話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Q&A 或是你們有什麼更多的問題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或許我有空的時候 就會一一的來回覆大家了 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影片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 和喜歡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 就一定是Sony 那就期待獵人可以有更多 更多讓我們有驚喜的地方吧 期待幻影旅團 期待神秘的角色 或許有 不太確定 就看官方的誠意了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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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